繼續要告訴您的是 國內的機票要漲價了 先前交通部曾經承諾 國內的機票9月之前不會漲 不過今天民航局表示 不論是離島或者是本島航線的票價 都會在明年1月1號起全面的調漲 漲幅是5%到20% 民航局說會統一採取一次核定 分階段實施的方式處理 也就是說漲幅比較低的航線 是一次性的調整 而漲幅比較高的航線 則可能在一年之內分三階段調整 以金門道台北的票價來說 最高漲幅可以達到20% 如果票價以2220元來計算的話 未來可能會漲到2664塊錢